等了八个月新竹市民终于等到了这份13页报告 直至高宏案重金请来的大联盟指定厂务BB公司 做出来的结论被PTT相名狠酸 报告内容不是全都是去年就知道的吗 花了我们的这个市府公堂180万 浪费名高名字换来的是一样的结果 一样的建议这样值得吗 是把我们新竹人当谈纳吗 议员指出早在今年2月 新竹市府成立的工程体检小组会开时 就已经发现球场排水不良和土壤问题 高宏案市长多花了八个月 让新竹球场在原地打转拖延了八个月 没有一个相关的进展 本来可以尽早进行的新竹棒球场改善工程 统统延宕就怕闲置这么久 球场的状况变得更糟 就要知道确实也没有去改 及时去改进去弄好 就等于说这个东西是放在那边下一个废墟 完全就在大撒币没有任何的帮助 不止球场闲置令人担心 新竹市府的翻译报告也被质疑有误导嫌疑 针对内野土壤未达职业标准 甚至低于公园 但公园这两个字从原文翻译 看在专业球评眼里似乎不是这样 它所指的公园就是相对应的运动场地 它不会指的是那个路边的公园 新竹棒球场经检测三种标准都不合格 初步了解即便是中学或公园 及一般休闲娱乐用的球场 仍是依循相关规范去建制及养护 新竹棒球场报告曝光 结论大同小异 没有大秘宝也不见大量废弃物 让球场白白空转八个月 三立新闻张浩一胡佳珍 新竹采访报道 要也不会